对,Hello,大家好,这里是problem6,我们这里呢,就是要写的是buy permit,permit这里呢,看规则呢,它就是junior和senior permit,就是它们有什么功能呢,在这个function里面呢,我们是不需要管的,只需要注意好他们买的条件是不一样的,就是等一下啊,这个function呢,它答应自己 还有permit,它permit呢,就是一段stream,有可能是junior,也有可能是senior,然后你要看这个国家呀,它的money,就是self-down money,它足不足够去买一个permit,比如说senior它要100块,junior要50块钱,如果OK了,还得看他们是否有,就是他们的permit里面,permit力 是否还有就是一样的permit,他们就是这里要买,然后他但是他的permit里面已经有一个一模一样的,如果他们,如果这个permit呢,在他们原来permit里面是没有的话呢,那就可以把这个permit给他,然后你要把这个string append到他的permit里面,print那permit successfully,然后还要扣钱啊之类的,但是呢,我这里啊,其实漏了一个地方,就是说呢,我们先回到最上面,这个地方呢,就是啊,其实permit呢,它并不是每一个国家,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的,它是有数量限制,比如senior呢,它总共就发两张, 所以,你到时候,你到时候要check的时候呢,你也要注意,就说啊,senior,如果我是要买senior的,但是现在已经一张都没有了,我就算有钱,我就算我的permit里面没有senior,我也不能买,就这种情况,所以啊,你当你卖出一张之后呢,你要去 把他们的数据都给keep check好,就是加加减减啊,一般这里都,主要都是减了,那减了之后呢,呃,就是要去keep check它这个数字,还有一个就是啊,permit list,就是 所有的国家,我就是一开始这个empire,它还没有inheritant,那所有的国家,他们一开始的permit呢,就permit list里面都是没有的,然后我的portage里面呢,可能就会有一些 啊,rearsign的地方,所以就大家就是啊,要留意,就是说啊,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时候呢,我应该怎么办,如果啊,他要去来买一个permit,我应该怎么办,比如说他们不够钱啊,就答insufficient fund,啊,以此类推,就是我们这里的啊,这个test呢,就有挺长的,但是逻辑上的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, 像我们这里呢,呃,senior和junior他们的数量需要keep check好,都在那几行,这个应该写错了,应该是在13和14号,嗯,13,OK,然后,就这样子,我们在pong7等你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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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